英国哪个政局现在是否打市场 普遍看法就是应该会明朗一点 是否叫做拆除了一个不明朗因素 起码要好一点 好过上几天 你见到约翰逊又未表态 但是政府官员过夜不停离开 有五十多个人辞职 这些是很难搞的 或者这么说 投资市场不是看一件事 究竟是对与否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看清不清晰 或者最不喜欢的事是不明朗 所以过去几晚未明朗的时间 你见到约翰逊下来 但是当昨天 可能我们下午香港时段 可能是4点多钟开始吹吹 好像会迟迟会成 其实约翰逊是开始反弹的 也有昨天的低位1.191左右 跌回1.2这些位附近 所以甚至昨晚 你见到欧股和英国股市都是反弹的 的确是初步大家解读为 搜除了一些不明朗因素 因为起码这一刻 他也算是真的肯去辞职 虽然不是离开 要看下个星期公布的细节 但也有机会可能留到10月 选了新党夫才退下来 但起码了时间表或路线给大家看 要清晰了一点 所以借小胆一点就不奇怪 但你说这件事是否等于 令到磅会转小 即是突然间很强 或者英股是否突然间很强 这一点我还有一点保留 因为一来刚才看到 只是数据不明朗性 但走完之后 新的首相上场 是否真的一定好 这个又到时才知道 因为这个真的很难说 我认为撇除了 这个政局不稳因素之外 其实英国面对的问题 分分钟是现在看下 比美国或者比环球经济 更大的矛盾位 因为其实英国的通胀是很高的 最新是9.1%的 但是国经济增长是超慢的 其实现在大家看下 它出现滞胀的风险 好像比美国更高 因为它的问题是 第一方面其实看英银行减息的幅度 虽然加了五次吃 但每一次都是加0.25% 其实加幅很慢 其实每次这样 就是小小 撕下撕下 其实效果是低减的 所以如果你过不了通胀 但是又不断加硬息上去的时候 你的经济是有一个伤害 其实这个是更加差的一个情况 以及以现在的通胀高度 大家昨天看新闻也有说到 一个牛油是9磅 是的 刚才也想起这一件事 整个小时的一个人工 甚至令到很多当地的铁路 所有人都在罢工 所以这些因素也会再冲击着 经济的情况 所以我想除了这个政局 如果真的初步搞定之后 好看如何对待通胀 因此这些因素其实暂时是有少少少负面 所以我想对于磅来说 其实整体的趋势都是偏淡为主 其实也没有改过下降轨 很明显都是 还有很多时候也可能是相对性 刚才提到就是一来 自己英国加息幅度不是特别急进 而二来美国那边是急进一点的 那你的磅对多了 那你的美金又那么强 变成这件事其实是限制了磅在上的空间 除非可能突然间英联人告诉你 它很大力加息 50-75兆这样刮下去 那可能会是令到磅才会强多一点的位置 有人想问英镑和5号和2888 Chartroom 战神360 他就问怎样看英镑 什么位买号呢 如果是5号仔 看多少钱2888又怎样看 都会和英国概念有关 当然我自己就不是非常专业在汇市那边 但刚才也分析了英国那边的局势 昨晚你可以说稍微的回稳 令到一些磅、欧股等等都弹点 但刚才也有说了 如果你论整个前景 英国的经济是一个要尴尬的地方 或者是审慎的地方 第二来英联银行如何应对加息的步伐 以至到美元的表现 这一点对于磅也算是偏利大的跌线 刚才也说了 整个趋势仍是处于下行的通道 如果这一转弹极上不回 大概1.21这些位置 楼上站稳的话 其实整个下降趋势就没有扭转到的 如果这样算的话 就宁愿到时再等低一点 例如再穿1.19楼下这些位置 才去买点、捞点 那会比较好一点 但我想都是坐着一个 慢慢去捞的心态会好一点 因为你暂时看不到它是站稳 仅仅是转势 似乎是比较弱为主 所以如果以实际用途角度来说 当然逢低慢慢吸 那会比较理想一点 而至于股票 刚才问到汇豐和渣打 当然因为日前 其实都是因为政局不稳 这件事都多过一天 前天都突然跌4%的回控 但当昨天上回来 今天就在这些位置叫靠稳 渣打也是 其实严格来说 我觉得整体都是处于一个上落的格局 你说炒作 我想就真的不会特别多 刚才说 始终你换了手上这件事 都是一些很短线的利好 就是这样 但对汇豐和渣打 都不会特别多的刺激着线 而以来 始终大方向都是看加息等等因素 但这件事来说 其实都在股票里面反映了好一段时间 所以我认为形成就 继续是横行上落为主 不是特别差 但你说这刻买下去 是不是有很大的上网空间 我觉得未必是住了 所以会是玩着可能上落 或者是部分譬如汇豐 用来收下息 会好一点 但当然以他现在收到三厘几 其实就不算非常吸引 所以我想考虑 如果没有货安这些位置 可以买第一下 但如果有好一点 可能下落在大概48 以下这些位置 再加 这就比较合适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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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